目前高雄市總共有165間的不藥隔離病床 每一間隔離病床都是我們非常珍貴的一個防疫資源 這個跟目前國內徵用的口罩一樣 那這個不是有錢就可以買得到的東西 國內確診個案第193例 兩位是屬於男女朋友的關係 這位王姓的女性 她有出現了這個發燒到3.7度發的這個症狀 那再加上她男朋友也有相關的傷互細膠症狀 但是還沒有發燒的心意之下 那跟我們這邊的疫調資源中心聯繫 那我們就安排他們 搭乘救護車到我們指定的隔離醫院去就醫 那在就醫的過程當中 由於有明確的旅遊史以及這個警示症狀出現 發燒還有傷互細膠症狀 因此兩位在當下就收拾到婦要隔離病房去 王女這一部分一直在到前天為止 歷經了幾次的採檢 都沒有檢出有病毒的確認的反應 因此在昨天在依據相關的一些標準組織的作業流程 就許可她出院 但在出院的同時呢 這位王女基本上還是在這個病症的部分呢 有反反輔助的情形 因此在跟我們衛生局這邊的 疫調資源中心聯繫之下呢 我們就基於她明確的旅遊史 而且還有出現相關的一些症狀 再請她到指定隔離醫院這邊去就醫 那經過醫師的診療也認為說 這位王女呢有必要進行婦要隔離病房的收治 再次檢疫 因此這位個案呢 目前還是收治在我們的婦要隔離病房裡面 並沒有外傳的所謂要求她自費去住 婦要隔離病房的這個事情 她在前不期待 她在這個時間點如果是入住到一般的防疫旅館 基本上很容易造成這個旅館的一個 曝閒的一個情形 因此在過程裡面 我們對這位個案的要求 說要租防疫旅館這一部分呢 我們是不建議的 目前高雄市總共有165間的婦要隔離病床 每一間隔離病床 都是我們非常珍貴的一個防疫資源 這個跟目前國內徵用的口罩一樣 那這個不是有錢就可以買得到的東西 好